杨昌 Alors星, 晗邦 白奈 太阳ノ Kellyيف Reviewer建源 大家好 首先好好感謝今天 主辦單位HKSE C 給屬於個機會 我有帶大家分享 Green Monday 亦都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等一下 Green Monday 未来的社企的状况 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大家认识Green Monday 当然知道就是提倡 星期一素食一天 然后从而对自己的身体 和对我们的环境有好处 大家知不知道 为什么好处在哪里 为什么素食是环保 虽然可能有些人 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 认识Green Monday 可能会知道一点点 但是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很多人 仍未清楚 我想港社企 我们一定是要说 就是说 address着一个social的 好 谢谢 港社企 一定是说我们 address着一个 一个 要唱卡拉OK的吗 Social issue 是的 and this social issue must be some threatening issue tha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还是不行 不好意思 ok 是不是这样好一点 ok 那我不动了 但是又好了 ok 那么 issue是什么呢 我们Green Monday 在说的就是 抑制行业是制造全球暖化的最大的原因 喂喂 ok 那有些数字呢 我和大家讲一下先 这些数字呢 这些数字呢 全部都是2013年 2013年的一些气温数字来的 那 那 不同的地区 在不同的月份 那 那其实今年的2013年未完 很明显 现在仍然是9月 有一些很令人害怕的数字 in no particular order 例如说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今年是录得36.7度 这个不是加州 不是德州 不是佛罗里达州 这个是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在衣服图的旁边 Greenland Greenland 呢 八成的Greenland 其实是狗兵来的 Greenland本身就是冰封的 应该是Whiteland 或者Island才对的 Greenland今年破纪录25.9 你看到 图里面那些全部都是破纪录来的 全部都是破纪录 中国39个城市 今年破了气候纪录 上海今年是连续20多天高温 40度 连续10天 韩国 日本不同的地方 40度 41度 42度 连日本都成为火罗 40多度 大家要想一下 平时香港去到33、34度 大家都觉得很辛苦 澳洲 澳洲 澳洲Signi 今年去到45.8度 新高 澳洲中部 更恐怖 今年去到54度 旧纪录是50 即是它不是破纪录 破丁暗的 它是smash the old record 其实如果大家今早有看报纸的话 今早有看报纸 其实刚刚昨天 联合国 刚刚再公布了一份 新的气候暖化的一个报告 今天报纸大家会看到的 说的是 within this century within this century 水位上升 可以是最严重去到0.82米 或者82厘米 这样说 即是这么高了 如果是0.82米 气候 within this century 全世界平均气温 会高4.8度 即是 你看到这些45度 几十年后就不是45度 是 你看到的40度 几十年后可能是45度 你看到45度 几十年后去到50度 气候上升有什么问题 气候上升 当然水位上升 北极那些溶兵 全部溶掉了 OK 很多地方不能住 很多生物不能再生存下去 耕地没有办法再耕种 直接说 根本就是热死人 生存不了下去 我们刚刚 之前 都还是不好 之前 有一个最贴身的报告 就是来自我们香港中文大学 我们香港中文大学 就做了一份报告 就是说 究竟 气候变化 和身体健康的关系是什么呢? 有些人可能说 气候变化 那你说都是几十年后的事 或者水位上升 和我现在没什么关系 对不起 你现在是绝对有关系的 中文大学的报告是说什么呢? 只要香港的平均气候 去到29度的时候 再上升一度 再上升一度 入院率就会增加4.5% 然后一路上升2度 3度 4度是复式地上升的 但是这个数字 都只是一个整体大位的数字 如果是以小朋友来说 0至14岁的小朋友 每上升一度 入院率增加19.5% 1度而已 所以上升3度 由于複式计算 就接近7成了 各种原因 可以有呼吸系统的问题 传染病的问题 中暑 但是那个临界点是29度 刚才你看到那个MAC 那里看一动 都四十度 四字头 这个是在环保里面最大的crisis 是毫无移民 但是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来自吃太多肉 全联合国说 第一大元空 制造温室气候 碳排放 是肉食行业 当大家在想的是 汽车、飞机、运输的时候 没错 汽车、飞机、运输 是很严重 工业是很严重 但是不够我们吃的牛羊猪严重 一只牛同一辆车比 一只牛是远远严重的 所以吃多点菜 吃少点肉 根本是联合国说 N年的一个环保行动 克林顿基金会说 Bill Gates与盖茨基金会说 全世界我要说出来的名人 现在已经是素食的 是多到不得了的 Bill Clinton Bill Gates Mark Zuckerberg Paul McCartney Natalie Portman Anne Hathaway Denzel Washington Ben Stiller OK 要说很长 我已经说了 整个top了 但是香港人竟然是去快餐 连一个合规格正正常常的素餐都没有 Until Green Monday的出现 还有第二件事 就是香港人均肉食消耗量 全世界竟然是最高的 所以反过来 香港人吃菜的数量一定是最低的 另一个数字 香港卫生署刚刚公布的 大概十天前 就是八成二的香港人吃不够菜 这些就去回到其实教小孩的那些 其实不应该跟大人说的 就是 Why are we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都不合理 这些是跟小朋友说的 就是吃多点菜 吃少点肉 对你身体好 但是现在我们了 整个七百万人的城市 collectively 我们八成多的人是吃不够菜 亦都因为吃这么小菜 很明显肉食人均消耗最高 刚才说了 食肉 温室气候最大 除此之外 除了lobal warming之外 佔的水资源也都大到不得了 因为同一份量的肉 同一份量的素食比较的话 举例 你要制造300g 由小麦造成的食物 消耗的水量大概是390L 但是同样300g的肉 举例牛排 需要4600L 说的是十几倍 但是地球是没有那么多水 地球是没有那么多地 就是去养动物去养我们 根本没有 地 因为要做这些木墙 去充木 所以每秒钟 是以一个足球场的尺寸的面积 是消失的 这个树林 这些是跟我们的肉食习惯有关 接下来十月十六日是世界粮食日 是联合国的世界粮食日 说的是要制造一个 一个sustainable的食物系统 一个可持续性的食物体系 就是这六件事 就是消费者如何影响环境 那么农业、充木业、食品 去到餐厅 然后再为我们的消费者 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 谁去提出这些东西 有没有人去提出这些东西 有没有人去提出这些东西 有没有人去改变一些东西 Green Monday是要在哪里做事呢 其实这里是一环扣一环 所以要做的六环都要做 不过肯定第一环要做 也是最难要做的就是 要是那些消费者 或者简单来说 如果以香港算是700万人入手 就是700万人入手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说 这个是一个700万人的环保行动 因为三岁到八十岁 没有人是继续不了的 我们只是要求大家 吃少一点肉 这个是没有人继续不了的 门栏是很低 但是collectively 当大家一起做的时候 那个impact是很大 那个change是什么 我们要在不同的地方 都要实施到Green Monday 都要大家在生活的环节里面 做得到这件事 那很难得 今次这个讲座 Mingos和我找过的时候 就说 我们希望 社企融入lifestyle 变成生活一部分 Green 本身就是生活一部分 你根本是没有脱离它的 如果你脱离它的话 你就很有问题了 你就很有问题了 你的个人健康也好 我们的城市健康也好 都很有问题 我们不可以脱离它 不应该脱离它 如果脱离它的话 我们也没有希望 就好像昨天联合国的报告 那样说 其实是挺绝望的 所以 为什么 el goer的documentary 叫做 The Inconvenient Truth 其实是很严重的 我们希望做到 在不同的环节 餐厅也好 学校也好 企业也好 入屋煮饭也好 要离开香港 经过机场也好 我们都有不同的program去做 这部分就是我们 由讲环保意调 到开始进入社企模式那件事 我们不只是出来讲座 Francis 我的partner 我们的团队 我自己 不只是一年出来讲 365天的讲座 告诉大家 吃少点肉 吃少点肉 如果只是这样讲 然后你去到大家乐 去到翠华 去到你任何自己 平时上班的地方 或者在家煮饭的地方 你都想不到 如何吃green tea的话 这样好一点 如何吃green tea的话 始终是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有了一个问题之后 是要有solution 我本身是来自一个商业 background 我是做investment 我是一个entrepreneur 不可以 永远在我们开会的范围里面 是不会出现 就是说 讲个问题 然后没有solution 你可以 没有solution 但起码都有suggestion solution 未必立刻一步到位 但一定要有suggestion 没有suggestion的话 你最多讲个问题 我们只是noted 这个是一个entrepreneur的模式 多大的问题都好 你要be practical 要be practical 那我们讲的是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全香港 已经是七八八个outlet的餐厅 有不同的green monday的menu green monday的collaboration green monday的promotion 当然这七八八间 只是一个nominal的数字 有很多餐厅join了 他都不需要通知我们 他不一定需要通知我们 他增加了menu的选择 多了有好吃的菜式 非常之好 我们很乐意推荐他 不过如果他说我想加上green monday的menu green monday的logo 进入我们的menu 或者有什么promotion 一起做我们的互同工作 但未来有一个最大的collaboration 就是香港机管局 这件事就是exactly 在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 world food day那天会launch的 那机管局在半年前 开始engage我们 就是说希望整个机场 就算不是100%都好 八成的餐厅 都要enlarge 都要increase 他们的green menu green dishes 以及要做一个很大的publicity campaign 因为机场是香港通向国际的窗口 每年机场有5650万人的人流量经过 5650万 香港人 国际的traveller 所以这件事不单止是promote green monday 亦都是promote 机场成为全世界最green的机场 亦都是promote香港成为一个green international city 这件事很难得 我们请到周云敏小姐 和古亚基先生 做我们的大使 我认为有另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说 一定要有创意 OK 我想没有创意的 我想都很难在比赛里面 会突围不出的 这样 那我们呢 很多人已经问了我们很久 就是说 餐厅你们正在做 学校 等会说 机场企业 但是那些人说 吃东西不只是出街吃的 吃东西很明显会在家煮的 OK 怎样令到那些人在家都会go green 怎样令到大家那些不懂得 怎样煮饭 或者煮素食的人都可以有办法呢 那我们是否去搞个素食厨臣比赛呢 这个不会是green monday的style 不会这么想的 我们想的就是 你要令到那件事 大家的emotion可以带出来 其实凡是煮饭的人 都是有一个motivation 就是你是有为对象而煮的 你是有为对象而煮的 你最终是希望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 你的情人 你的朋友 吃一餐开心的一餐饭 或者所谓爱心晚餐 所以当爹地妈咪或者老公老婆煮饭的时候 你会说是爱心的一个晚餐 爱心的三文字 就是因为这件事是有emotion 有love involved的 所以我们就说要motivate大家煮素食 入屋煮素食 要motivate大家去想recipe 我们的做法 不是去印一个recipe book 那么简单 因为其实 你画实现上 没有一个veggie的recipe book 是假的 是有的 这个不是我们的做法 我们的做法 是要令到 不敢说七百万人 但起码令到很多人 都会对这件事生起着 就是有一些对象 如果令到你亲手可以煮给他吃 你会产生兴趣的 例如 如果大家可以亲手煮饭 给酷摩吃的话 我相信这件事也会有些威力 我们曾经说过 如果你可以亲手煮饭 给吴燕祖 又怎样呢 或者是书奇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polling 然后有个list 大概有个top ten list 就是那些人最想可以 亲手煮一餐 爱心晚饭 爱心晚餐给的人吃 其中一位就是深游BB 刘深游小姐 这样 那我们就很难得 又是他很愿意去参与这件事 去鼓励大家做素食 所以就出了 和深游的绿色药会 这个活动 那 这个药会的桥梁 就是煮食 那就到最后 当然也是有个灌关 但是也有一个叫深游障碍大奖 香港的冠军 其实也不够 深游障碍大奖 这样 好啊 这边的朋友来 好啊 好啊 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是 一个社企的精神 我想 就是将一样 本来都 煮食 而已 或者在家里煮饭 如果 你说得再 煮饭 怎样可以令到这件事 可以 fun creative full of love full of love and romantic 是可以的 这个不是一个做一次的事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连续剧 来的 将来应该是一个电视的节目 就是这样去带起社会的议题 就是 我想 我们有一个很unit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是要将一个很严肃的议题 刚才说的 global warming 社会 环境等等的议题 但是用一个很lifestyle的方法 爆装 因为如果我天天出来 只是说地球死了 死了死了死了 我想都没有人会听我说的了 另一个很重要生活切入的东西 亦都是green monday 我想会是 坦白说 这是下一个 已经发生了 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会改变社会的事情 其实这个独立 已经是一个社企 虽然我们是一个subprogram 就叫做green luck banquet 讲识识的 我想包括在座 其实刚才说过 已经得过奖的社企 都有在做的 但是很明显 虎鱼不是一个社企 或者一个机构 可以搞定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说 一天有三千六百吨 那green monday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既然我们有餐厅网络 有社会exposure 给这么大的群众 那green也不止 只是说素食 是一个green 你减少虎鱼肯定是减碳排放 也减少land fill的负担 但是虎鱼的重灾 它是哪些地方 其中一个地方 我肯定毫无疑问的 就是 是酒席 商业也好 婚宴也好 我们真的深入调查酒席 已经五个多月了 去问 为何那些群伙 你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 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那三十多位剩下了 40kg的厨余 那些群伙说 什么剩下这么多的 我吃完就走了 那晚已经结婚了 如果我跟你说 有办法不倒这些食物 你愿不愿意听 好好好 我当然不想倒这些食物 我说 如果我们的一班义工 我们一班 特别从事 是wedding planning的义工 帮你一条笼服务 不收钱 没有任何的 对你来说 no hassle 你只是跟我说 你愿意奉行几件事 第一 懂得吃 第二 无刺 第三 八道菜里面有一道是掃 掃一道 懂得吃无刺掃一道 这三个step 没有人跟不上 无刺 说了很多年 八成香港人已经认同这件事了 八道菜 给回一道数 不要碟碟碟 都是鲍鱼 鱼刺 清一点都可以 还有最主要是懂得吃 懂得吃 懂得吃就是把 吃正东西打包 但打包是给谁打包 你打包不完 其实foodlink food angel 很多机构是愿意收的 只不过你没有叫他 他就不会来收 而酒楼不会主动提出这件事 其实 这个已经是社会讲了这么久的问题 但是 谁在那个action point 那里做些事呢 我们尝试成为一个分子 在action的位置做些事 就是 当摆酒的时候 我们那群volunteers 是wedding planner 和他们的客人 或者甚至不是他client 也好 而由五月到现在soft launch 其实我们九十几个percent 的新人 知道了有这个服务 都愿意参加 好了 前一 大前一 星期二 正式我们在我们的press conference launched 苹果栋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段片 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六十万人 看过那段片 你们有没有看过 五六十万人看过那段片 我们由星期三开始 我们的电话 和email 和facebook 是收了几百个成千个message 就是说我们今个月 有些是今晚结婚的 明晚结婚的 有些是明年低的结婚 有个2015年结婚 有个公司要摆三十多位的酒席 他说 Green Monday 你们有没有帮我安排 Green luck 这个arrangement 你们收我们的成熟 我们试过一餐收三十多四十公斤 很平常的事 40场就一吨了 当然要有个名字 要有个branding Lucks 就是中国人说的 跡幅息幅 用英文就是 Low carbon and waste Careful to community 因为这些成熙是给社会的 给社会和kind to the world 还有一些 不能说太长时间了 校园其实很成功 由去年开始 35万的中小学生 逢星期一都会加入这件事 现在是说 四成的中小学生逢星期一 会go green 以前是4% Green Monday 我们要说的就是 一个social movement 一个behavior change and it is happening 所以周一素食订餐 在说的是 1000%的增长 未来会做一个 Green Monday的餐厅攻略 素食米枝连 米枝连 我想很多人都看过 甚至家里也有两本 每年更新都会去买 为什么不可以有素食版 但这个素食版 不只是素菜餐厅 是普通的餐厅 好的素食 有些人常问我们 如果素食餐厅 或者我们的partner 做一做一做不做 或者做一做做得不好 我们怎么去govern 这些餐厅的quality 我说不用govern 我们是用掌励制度 不是用懲罰制度 我们不会在Facebook上 protest 亦都不会在他门口 protest 我们是掌励 做得好的就入围 很中立的 不会因为你是Green Monday的partner 就会入围 也不会因为你不是Green Monday的partner 就不入围 这本餐厅攻略 就只是介绍全香港 当然这个食饭有点subjective 我知道 但最好的100至120间餐厅 给所有人都可以容易去go green 好了 最后讲一个社企的东西 其实讲了这么久 问题是怎样 方法在哪里 其实我们的社企模式 人们常常都重复地问 Green Monday的社企模式是什么 Green Monday的社企模式 就是我们是一个change agent 我们是一个agency 我们现在数下去 大家落 香港机场管理局 领会 Demoon Bupa 一路再数下去 我们有十几二十个公司 十几二十个单位 找我们 是希望implement一些 和Green有关的program 可以是直接和Green Monday有关 也未必是直接和食有关 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单位支持 或者赞助我们的活动 包括英军集团 中国银行 Convoy 康运理财 炸Gas 煤气 就是整个名单 我们的模式是什么 其实Green Monday是一个 社企业社企业 我们有我们88 的一个职业社企业 也就是如果我们搞一个活动 是纯粹以推动Green Ear Culture为重要 有公司想以一个 用支付的形式去支持我们 我们可以接受这件事 但是同时如果有一个公司说 我们希望你帮我做红柿服务 帮我们做一个计划的服务 我们只要帮他做 那是 under Green Monday Solutions Green Monday Solutions里面的 目标的部分 都会变回Green Monday Foundation 也是一个社区 最后就是如果有人说 我想拿个商业计划过来 或者我有钱想投资 希望做一些真正新的项目 可以出来改变社会 那个叫Green Monday Ventures 所以这个就是Green Monday的愿景 Green Monday也不只是希望留在香港 因为刚才我说的每一个message 都是任何一个社区都可以做到的 我想今天分享在这里 我想可以带出来的引致 都是社会的issue 环境的issue有很多 我想用一个社企模式去处理一些问题 的好处就是我们有一个商业的灵活性在那里 而且一定是牵涉到很大的創意和讨论 我们希望打造一些新的模式出来 打造一些新的方法出来 用一个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一些问题 我很难得今天他就不在这里了 他在另一个地方 但Francis其实就是真正社企做得最多 也是最认识社企的人 其实就是我朋友Francis毅华星先生 他经常说就是永远都是 社企业的底线走先 但在同时你自己要 take care of你自己的economic bottom line 那在Green Monday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加一个 除了social economic之外 还有就是environmental 好 我在这里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Q&A OK 好 非常多谢杨先生精彩的演示 但是如果我们开放个台台拍法文 那如果大家拥有法文 我们可以拍摄麦 可以拍摄麦 未喜欢Green Monday的Facebook的人 可以现在上网 就是Green Monday的网站的网站 让我可以小声 好的 听到Green Monday的发展 我认为你适合听来 当然是英雄故事 成了英雄 但是每一件事都很艰辛 我想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个人上来说 你们通过SBHK推广上来说 有什么难处 以及如何克服它呢 可以分享一下吗 是 我想有难的地方当然是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Green Monday是一个没有实体的组织 没有实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一间餐厅 我们不是一间商店 严格来说 你除了在我们的办公室之外 你是没有一个实体找到Green Monday 那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从第一天 我们是一个靠partner 靠partnership 才会起到 不要说成功 就是要靠partnership 才会起动到的一个机制 但是你说 那就是要很依赖他人 那有两题 因为我们中立 所以人们肯相信我们 反而如果我们本身是一个 搞餐厅的机构的话 反而人们未必肯加入你 因为 你加入你的部分 一定有对手的 所以我想 好处是我们中立 一个难处一开始 就是如何去找我们的partner 以及如何他们能够认 说Green是有market的 如果以一个餐厅来说 说食物有没有人吃的 香港没有市场的 我想我们要提供的一件事 就是第一 是要告诉他们 社会上 除了那些global warming之外 真的才说食物就是有这个市场 其实香港这个市场是埋没了太久 只不过没有声出而已 就是没有路数 有苦没有路数的问题 于是乎到某一间餐厅开始试做了 第二间餐厅试做的时候 他竟然发现 就是说他一声 逢星期一 点数食的人竟然可以增加几十percent 还有他吸引了一批新客 这个很早我们已经发现 原来是可以的 在校园计划更夸张 以前是4% 刚才不是说的 其实第一个月已经上到33%了 第二个月是38% 第三个月是39% 后来试过有一个月到50% 就是有市场 不是没有市场的 我想一开始就要试试给他看 这个东西不是白做的 你可以有两个角度入手 你可以纯粹觉得你是做CSR 那又没有问题 如果有一间公司 纯粹是想和Green Monday合作 因为他是想复制他的CSR的话 这个是没有考虑的 但at the same time 除了明之外 也不是没有理会的 因为它是增加了市场 让它拓展了一批新的顾客 Cafe Habit 2 Group 就是廖韦芬小姐 他们逢星期一 每四个餐就有一个是Green 但是这些人以前不存在 没有去那里吃东西 这些变相就是新的顾客 更重要就是Loyal Customers 因为每个星期一都回去 不单是新的客人 而且是Loyal Customers 后来有些餐厅 就由一天变成七天 其实我们鼓励大部分的餐厅 都是希望七天提供的菜单 我想我们的起步点是这样的 但是出发点永远都是Win-Win 他怎么Win 他无论在他品牌的角度 还是在他的本货币的角度 怎样可以帮助他 现在呢 其实今天Green Monday的社交媒体 有两万四千人左右 我们的talking about activity 是极高的 如果我们某一天 是去介绍某间餐厅 他之后那个礼拜 升几成的 多谢David 我是Edwin 我想问一下 从execution角度 看看这四张照片 我猜草猛 杨千华也不做事了 意思是一个代表 但是从我听你说 It's a lot of work 但是可不可以了解多一点 你是full time在这里做 或者真的很多volunteer 或者真的花了多少的时间 因为我们一帮同学们 是怎么去执行整个work road 是 因为Francis也有很多饭 是 所以怎么执行时间管理 是 这个day to day 之前帮着Green Monday做事 那个就是拿着K的那个人 day to day会做的 我们的组织 其实现在说的 都是只有五六个人 但是我们有很大的volunteer base 有很多的partners 五六个人去做 刚才说的Green Monday的事 其实几乎是没什么可能的 这个是 所有认识Green Monday的人 见过我们的组织的人 都觉得是很难想象 我反而在这里 说一个很实际的 一个 不只是社企 而是说企业的一件事 就是 我们的组织的人 其实在社会上 都有工作的一段时间 我自己不是刚刚出来工作 我三十七岁 我在社会工作一段时间 我自己素食十二年 这个topic对我来说 是一个 lifestyle topic is in my blood is in my blood so to me it's nothing new bu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可能是有些 听过的东西 所以我想说就是 人是很少 怎样去借力打力是很重要 还有本身你的基础 你本身的基础 有些东西是平时奠定了的 那么这一件事 作为刚刚毕业的同学 还是现在的同学的话 那么这个advantage 你是未有的 因为你是真是green 不过那个green 是inexperience 或者是young的green 不过除了说 本身有的累積经验之外 借力打力是很重要 我们和校园计划 三十五万中小学生 五百间中小学生 如果要打电话去谈的话 你逐间逐间打电话 你打一年都没打完 打一年都没打完 但是我们的合作位 就是我们的caterer的合作 caterer 17间caterer 就影响了三十五万中小学生 那么17个caterer 我们又有 第一个开始了 当然 第一个 第二个 接着变成17个 这样 这样令到那个market 可以有机会接触到green monday wedding planning 刚才的例子也是的 green love banquet 借力打力 如果是逐间酒楼 很多人一想 说厨余 当然要跟酒楼谈 对不对 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思路里面 我觉得不完全正确 酒楼是要配合 但是决定权不在酒楼 决定权在顾客 顾客如果说 你做我就来支持你 我会在你那里放酒 如果你不做这件事 如果不来你那里放酒 那你估计酒楼会不会不做呢 而你只不过叫酒楼 把食食放在箱里 交给一个会自己来收的机构 其实他只是增加了一个mini step 就是本来倒下垃圾桶 变成倒下这个箱里 然后有人来收这个箱 都是收 不过是一个收垃圾 一个收这些食物 回收 但是他本身做了几十年的 operation 他又不打算改了 没人叫就不做了 所以我们就在 Wedding Planner 里入手 Wedding Planner 里入手 就是说 Wedding Planner influence end user 或者customer 把客人影响回餐厅 就是这样 所以借力打力 是一个很 Green Monday 长期 煮饭 入屋更明显 每一个房子都是散的 刚才我说 如果是三十五万户的话 就是三十五万个房子 你怎么影响它 根本是 impossible 你只在他们下面贴帖子都没用 被你贴帖子都没用 那 如何去做到一个social trend 那借力打力是一个 我们长期都在想的 因为人力太少 财力太少 时间太少 想做的事太多 那我们每一次 在启动一个initiative的时候 都是在想 怎样可以一变成一百 一加一要等于一百 一加一等于二是实在太少 也都太慢 下面各位观众 刚才你提到的借力打力的概念 我觉得是很刺激的 我有个问题 就是在借力打力的过程之中 你如何创造收入的来源 因为你提到的 这个bottom line是很重要的 就可以写的 你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 两样东西 我们分得很清楚的 如果那样东西是green monday 完全是我们 完全是我们initiate的东西 就是我们搞刚才的cooking competition 或者我们搞每年四月二十二号 是我们的周年 亦都是世界地球日 希望全城go green 这些的话 我们的收入来源 就是用传统的 希望拿sponsorship的模式 就是说有 等于今天这样说 你都会有香港民政事务局 下面这里这么多单位 Dr. Lee的单位 都是一个赞助机构 这是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每一次搞活动 用一个sponsorship collaboration的模式去做 so far也有很多机构 会很支持 刚才我说的中国银行 英军集团 convoy等等 煤气等等 这是一个模式 但另一个模式 就是真是去 fulfill一些project 去帮一些机构做事 当我们收到机场管理局 当我们收到领回 当我们收到保泊保险 或者是Demoon 他们是一个commercial brand 机场管理局就是 Morlake的一个官营机构 但是Demoon Bupa 这些是commercial brand 他说 我想和你 Green Monday做一些东西 做一些cross over 但这件事 它是主角 我们是协助的 我们是协办单位 这样的时候 就是刚才说的 Green Monday solutions 我们就用market rate 去做事 这个就是我们 去令到自己 self sustainable 其实是more than self-sustainable 我们要profitable so that 你可以继续 可以保持这些人 可以做的事 因为同事出粮 很明显 那我们就变成agency model 还有还有一个 我们未developed 但是肯定会developed的model 这是真正的potential 最大的事 就是Green Monday 刚才我们说什么都没有 我们没有餐厅 没有shop 这句说话其实是有少少误到 Green Monday不是什么都没有 Green Monday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brand 亦都是最难做的一件事 就是branding actually company spend billions or at least millions of dollars to build their brand Green Monday是一个 Q-Mark的单位 或者你可以叫G-Mark 都可以的 因为Green G-Mark的单位 如果是associated with Green Monday 的机构通常会被人 这件事是我们audit过 我们那样东西出得理 就是这样 那我说一个 untapped的potential是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有product 是包括一些健康的水耕菜 包括一些健康的 例如说素食的食品 或者一些生活的用品 是环保的 他们本身可能是一个小时期 或者是一个新的startup 他有这样的钱 去developed一个product 但是他未必有这样的钱 或者know-how 去developed a brand 那么Green Monday 可否跟他做一个licensing arrangement 是可以的 as long as那件事是真的green 有水耕菜的公司 是很积极和我们研究这个model 我们是一定 他在说是没有农药 不用说了 和一个环保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licensing model 所以其实除了说consulting side 除了说sponsorship income之外 Green Monday有一件事是最质值的 就是network和branding 但是这件事当然不可以乱用了 当然不会五封可运的时候 我只要你给多少钱都不用了 这样 还有其他问题 谢谢杨先生分享 还有明为观众 OK 谢谢 我也很同意说你很多成功例子 亦都你的brand可以出到 但我确认在最初 因为green呢 Vegetarian或Vegetarian呢 这件事在地球上不是new 你开始的时候 你怎样可以breakthrough 别人是觉得你这个concept 是可以带入去每个家庭 或者食物地方或者什么 这个一定有难度的 我想听到你最初 你怎样可以breakthrough 好的 OK 谢谢 Green Monday的secret recipe 如果if there is one 就在名字叫Green Monday那里 外国叫做meat free monday 侮辱星期一 当时我和Francis聊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很早已经说 我们不会叫自己做侮辱星期一 因为如果在香港你说是侮辱食的话 就很大件事 不只是说做投资金融投股票 什么人如果听到侮辱食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不会叫自己做meat free monday OK 但是不叫自己meat free monday 那叫什么呢 既然你说环保 说健康 为什么不直接说green green是一个三岁到八十岁都会认识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monday 我们要建立一个movement 要建立一样东西 是要sustainable sustainable 很多机构做的可能是一些annual event 或者annual campaign movement 我们怕太久了 大家今时今日这么忙 昨天吃个笔都不记得了 莫说去年做过的事 上个月做过的事 所以另一个secret recipe的位置 就是monday green monday不是target香港2.4%的素食人口 green monday是target香港另外的97.8% 97.6%的non素食人口 就说你吃肉 不过都可以go green 一些 而我们给你一个framework 和guide line 就是一个星期 起码数食一天 那些人会跟我们说 David 你们真是奇怪了 吃剿这种东西 自有人类历史 就是吃剿的了 为什么 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green monday 以下这个答案不是我讲的 以下这个答案是陆公为我们副局长讲的 他说因为green monday这个brand 已经是一个idea innovation you make vegetarianism easy to practice easy to remember and easy to follow 这个就已经是一个idea innovation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Christine Lowe说的 他说就是这么简单 吃剿是一个有人类历史 就已经有的 但是green monday 这一样东西 现在美国的 As a matter of fact 我们有和美国的 midless monday 的团体有联系 他们都在研究 为什么他们叫自己做midless monday 而不是green monday 因为其实那样东西更加直接一点 当然他们已经十年不会改了 也都不需要改 他们走得很好 但是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就是 其实我认为 由day one 这件事 要是easy to remember easy to follow easy to practice 是我们开始的时候 想得很详细的那样东西 多谢杨先生的分享 最后一条问题 由elterby 和我们来问 好吗 Hello David 我们想问 其实这个green monday 是一个很年轻的 的idea 或者可能一开始 当初第一笔的 營运资金 你们是怎么可以拿到 或者你怎么去sale 这一样东西 令到那些人 会有信心 跟你一起合作呢 谢谢 我认为sale 这一样东西 我还是有一个 unfair advantage green monday 有的 就是francis 同学 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我们第一笔资金 是我们的project 大家乐 大家乐给了第一笔 我们的consulting fee 给我们 我们是没有资金 入过green monday 我们第一笔资金 已经是一笔收入 已经是单生意了 甚至你可以这么说 I know that sounds hard to believe 但是为什么会有 这一样东西发生呢 是因为毅华星先生和我本人 在一个圈子里面 特别是他在社区 我在本身社会里面做的事 有人认知的 那变成了当我们搞这件事出来 那些人会觉得 这件事应该成功 和应该是credible的 所以这个是 对今次的competition来说 可能有少少 未必是最applicable的事 因为我们两个 他已经是社会有20年工作经验 我有16、7年的工作经验 加上有36、7年 但是这个事小不是年份 而是 Integrity that people know about these two people 所以你们去搞的时候 那些人会知道 不会是挂挂下的 这个亦都是想说 就是说 容许我说这件事 就是无论有些同学 今次参加了这个campaign 这个competition是赢还是输 如果说Green Monday的前身 应该是我无数失败过的project 以及Francis 无数失败过的project 那个才是当时Green Monday的学费 只不过之前在其他身份上交了 当然也有点赚了 当然 于是乎到这里的时候 一个 很巧合 例如说 好像一首歌 有时候一个歌声红的时候 他唱了10年 你都不认识他 突然间他一首歌红了 就是现在 《声梦传奇》那个叫什么名字 Fred Fred 是不是 《声梦传奇》 郑俊宏 是不是 他已经在无线10年 没人认识他 但是 现在每个礼拜 日晚 大家就会扭开电视 听他唱歌 因为他唱得这么好 这个就是那样东西 In case 你今次赢了 固然是很好 但就算不赢 其实你还是没有输的 刚才说 所有设计过的business plan 三千九百个 全部都没有输的 因为在你这个age 去参加 如果还是大学的情况 你这个age去参加这件事 你只是会有机没得输 因为entrepreneurship 它有一个continuous的learning until to the point 你遇到那首歌 或者我们这个case 刚刚遇到这一件事 叫green monday 而那一件事 是时间天时地利人和 中了的时候 但是 还是因为你已经ready 但是你ready 是因为你错过很多次了 如果有人跟你说 创业是没有失败的 是假的 但是当然你刚才说 没有green monday 好像这么顺利 其实应该这么说 我之前有很多事是失败了 不过不是in the name of green monday 很感谢梁云先生 非常精彩的分享 看得到一个企业家的背后 是有血有泪的 但是也为了表达我们的借意 我们有请我们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的 项目总监蔡明多先生 上台指数纪念品 给杨先生作为我们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的 小小心意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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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